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2号 农历假成年2月初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福建自贸区先行先逝 探索两岸融合新路 民进党以借选为由 党不在即投票 中国国民党轰荒谬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开放不在即投票 是帮大陆戒选 民进党抗中心魔又发作 美军计划紧贴巴士海峡建港口 距台湾本岛不到200公里 蔡英文 赖清德 一同出席新船交付仪式 炒作最大海巡舰 好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据福建省商务厅介绍 去年以来福建自贸试验区 建设取得新进展 推出多项对台先行先事的创新举措 在推动两岸经贸往来方面 福建自贸区在全国率先推出 台胞注册登记企业全程网办 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注册企业 可以实现自主申报线上合业 及时审批等一站式服务 厦门港开通直达台北的跨境电商 三大通海运快线 下金航线包船航班成为两岸物流新渠道 在加大对台金融开放方面 率先设立大陆首个自贸区数字人民币 台企融资增信基金 推出台企快福贷 让台企台胞在金融领域获得同等待遇 为解决台资企业贷款难贷贵探索路径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持续提升 台资版创新服务能力 累计为台企融资23.2亿元 挂牌台企131家 展示台企3000家 福建自贸区还创新多项举措 支持台胞就业 厦门片区率先开展台胞油艇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换证试点 台籍邮轮乘务员培训和管理级船员培训试点 平潭片区率先实施 台湾居民个税补贴免身吉祥 已有75名台胞领取补贴 今年1月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 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第5批最佳实践案例 目前福建省平潭 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 除了覆盖全省 还在广东北京设立分中心 累计发放对台职业资格彩新证书2300多本 福建自贸试验区涵盖福州厦门平潭三个片区 自2015年4月挂牌运行以来 紧紧围绕打造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和海思沿县国家地区 开放合作新高地建设目标 累计推出20批622项创新举措 其中全国首创275项 对台120项 福建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福建自贸试验区将持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 再来关注岛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民代提案推动不在籍投票 包含开放境外通讯投票 遭民进党指称是所谓帮大陆借选开后门 对此中国国民党痛批荒谬 台湾地区选务机构负责人李静勇11号声称 今年多地选举受所谓境外势力借选情形严重 因此严拟任何不在籍投票方式时 都必须防止此种威胁 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明复合称 海外投票与通讯投票都是违反岛内相关规定 他甚至妄言 中国国民党推海外通讯投票的着眼点是大陆台商 估称台商会在所谓大陆指导下投票 对于台选务机构的理由 中国国民党民代王洪威认为难以服众 简直是丢人现眼 他问所有反对的民进党当局官员与民代 如果民进党的恐惧可以限制民众的参政权 这跟戒言有什么两样 请问法律可以让民进党这样玩抗中保台吗 怒轰民进党将所谓抗中大陆戒选 无限上纲来剥夺民众投票的权利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批评民进党荒谬 他表示 多少台商台包台生 遍布在美国东南亚欧洲大陆等地 民进党竟退不到为了政治一时的利益 忽略民众该有的权利 这是最不应该的 本网今天发表两个快评 开放不在籍投票是帮大陆戒选 民进党抗中心魔又发作了 文章指出 2024选举中 民进党及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 赖清德得票率仅有40.05% 且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中 民代席次未过半 让赖清德陷入双少数执政困境 岛内不少人预言 赖清德或只担任一届就下台 成为赖一届 民进党如今倾尽全力阻挡国民党提案 根本原因不过以有色眼镜看待海外台包 害怕增加的选票不投给他们 从而进一步影响选情 所谓借选说辞完全是政治算计 况且要论借选民进党在2024选战期间 查办赴大陆旅游的村里长 将岛内新住民列为所谓境外势力借选之首 以及利用供器将毫无安全威胁的大陆发射卫星仪式 当作高级警报发布扰乱民心等等 装装件件哪件不是借选 奉劝民进党若想给大陆泼脏水 先把自己洗干净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近期有外媒注意到美军正计划 在菲律宾最北部的巴坦群岛新建港口 该群岛紧邻解放军进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巴士海峡 距离台湾本岛不到200公里 日本共同社9号称 菲律宾巴坦群岛省省长受访时透露 美国陆军将于4月下旬抵达该省 进一步讨论在当地建造港口设施的事宜 巴坦岛上目前最大的港口位于西侧 新的港口则将朝向北边直面巴士海峡 该人士宣称相关计划是与菲律宾军方协调制定 目的是在台海有事时 为从台湾撤离的菲律宾劳工提供收容服务 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西在9号活动中海鼓吹说 菲律宾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 加强保护以应对可能的入侵威胁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不久前也宣称 希望加强在巴坦群岛的军事存在 有军事专家认为 巴坦群岛与台湾本岛的距离不到200公里 如果当地的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开发 可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战事的紧急补给点 根据美非去年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已经批准向美军开放 共9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 从地理位置分布看 这些基地重点针对南海方向 其中位于旅宋岛北部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 距离台湾最近约400公里 相比之下 巴坦群岛与台湾的距离缩短了一半 具备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 专家警告 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次调试 还开始跟随美国在台海事务上指手画脚 但就连美军都承认 随着解放军远程打击火力的提升 驻扎在第一岛链上的美军基地生存力堪忧 菲律宾将自己绑上美国恶华的战车 恐将引火烧身 日前台湾造船公司举行台海巡部门嘉义级巡防舰第三艘云林舰交船第四艘台北舰命名下水仪式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副领导人赖清德一同出席造势 在仪式上蔡英文称 新交付的两艘舰船已是台海巡部门吨位最大的舰行 据台媒报道 此次交付的云林舰和下水的台北舰均为4000吨级 云林舰号称能承受十级强风 续航能力1000海里 配有三组射程为120米的高压水枪 并拥有相当于野战医院等级的医疗舱间 对比两岸舰船数量与实力 台湾方面显得捉襟舰轴 小屋见大屋 台空军前副司令张严廷曾指出 大陆有海警船 海洋监测船 余政船 1000吨以上海警船近百艘 3000吨以上46艘 达万吨的有两艘 反观台当局 根本没有5000 6000吨的船 大陆在海上占绝对优势 这次台海巡部门两艘新船的交付时间 在214恶星撞船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之后 仪式上蔡英文吹嘘新船的最大吨位 与其说是在给台海巡部门 那些想靠政治操弄敷衍了事的官员们打气 不如说是给自己壮胆 吃巨资搞出几艘船来撑门面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